早上平安 那這次我很久沒有回來台灣了 那這次再回來我真的是有點驚訝 以前到台北的時候 是為了自己的夢想跟理想而奮鬥 那這次來呢 我帶了一些詩歌要送給大家 跟大家說一說其實 剛才那首歌 請非得已 是我最窮的時候寫的 我在永和住的第一個房子 是沒有電 沒有水 重點 沒有門 哇 我那時候在想我會不會死在台灣 因為七個月沒有辦法給房租是很可怕 你試一下你在住的地方 你一個月沒有辦法給房租會怎麼樣 門都幫你拆掉好不好 還七個月 所以我那個時候在想 我的日子下來怎麼過 我沒有錢吃飯 可是我告訴你 就在這個時候 神派了一個天使阿姨 我為什麼這樣說呢 她就是我家樓下的一個便利超商的老闆娘 我跟她不認識 也沒有任何的血緣關係 我只是長得很瘦 好像外勞這樣 每次下去好像要死要死 這樣那個樣子 然後她每次看到我 她就覺得 哇 這個外勞為什麼又跑進來了 可是我跟你說 這個阿姨喔 她竟然好到幫我繳完七個月的房租耶 你想一下 有哪一個人會幫你繳七個月的房租 跟你非親非故 一個月你就要叫乾媽了 七個月我跪下去 阿媽 我直接要叫她了你知道嗎 但是不用緊 她還不只幫我繳完七個月的房租 她還幫我 給了我生活費 而且是兩萬塊喔 我常常在想 我把這件事情 我回到馬來西亞的時候 把這件事情告訴我父母的時候 我父母跟我說 你有一天回台灣 你一定要去找他 你一定要 你一定要 感恩 你一定要回報 你一定要 因為沒有人會這樣幫你 這個是我的第一次看到神在保守我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 剛才那首歌 情非得已 我一直希望說 可以寫很多歌 很多歌給很多藝人唱 可是那個時候 我就到 剛剛被簽進來在我的一家公司裡面 那個時候我覺得也是神的一個保守 我沒想到我遇到哈琳 我相信那個時候哈琳看到我的時候 那個心情跟那個表情 那個心裡面一定是覺得 這個公司為什麼有一個外勞在那邊走來走去 可是他很親切 他就跟我說哈囉 我就跟他哈囉 然後他就問我 你會說國語嗎 哦 我會說國語 然後我就跟他講國語 然後他就說 哦 你是 我說我是這個公司簽的writer 哦 我相信他心裡面在想 哦 外勞也會寫歌 所以我感謝神耶 神沒有忘記我有這個夢想 他沒有忘記 然後呢 當天就是哈琳要開這座會議的 最重要的一天 結果他就問我 啊你有沒有寫歌 我就剛好身上有一張我的demo 哎 宇晨欣是我非常欣賞的藝人耶 他是我的偶像耶 你知道嗎 哇 他跟我說有沒有寫歌 我還不拿給他 馬上拿給他 結果當天他聽完的時候呢 會議結束 我們的那個許常德 阿伯 沒有啦 許常德 老師就出來就跟我說 外勞過來 我就過去 怎麼樣 恭喜你 哈琳決定要唱你兩首歌 一首叫海嘯 一首叫情非得以 荣耀歸給上帝 阿們 所以神是信使的 他不丟棄我 在我最沒有想到的時候 他保守了我 陪我度過兩次的難關 但是我告訴你 真正讓我生命得救的 並不是情非得以這首歌 這首歌沒有讓我辦法得救 OK 這首歌只不過 讓我生活過得好一點 不用在七個月沒有錢吃飯而已 沒有錢繳放住 可是真正在我生命裡面改變我的 是我從祷告開始 我從來都不覺得我自己會是一個基督徒 也因為我覺得我自己不會是一個基督徒 那也讓一個 我也覺得他不會是一個基督徒的藝人 幫我傳了福音 那位朋友就是我的恩師 吳祈賢 上上個禮拜有來對不對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當他第一次到我在馬來西亞現在聚會的教會 去分享見證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很好奇 我很多問號 他怎麼可能會是一個基督徒 他的臉不像好不好 欸 不要告訴他 其實我也覺得我的臉不像好不好 對 所以那個時候呢 我就到教會去聽他分享他的見證 那講完了我就到後台 跟大哥打招呼 欸大哥 他就看著我 他就指著我 唐小剛 你要信耶穌啊 你要信耶穌 怎麼辦 那個時候我已經知道其實我時間到了 我逃不了了 我做了一個禱告 所以我的生命是因為這個禱告開始翻轉了 我的第一次的禱告是 非常沒有禮貌 你們千萬不要學 我的第一次禱告是 舒哥 耶穌嗎 不叫舒哥咯 舒哥 聽說你很強 每個人叫我禱告 聽說你無所不能 可是我不知道因為我不認識你 可是我告訴你 我現在心裡面很亂 我所有的問題我都沒有辦法解決 我很慌 很害怕 很沒有安全感 很模糊 我看不到我的未來 我不知道我的路該怎麼走 舒哥啊 如果你真的是這麼強 你來抑制我 你來帶領我 你來讓我 解決掉我裡面的害怕跟恐懼 恐懼跟驚慌 然後連Amen都沒有講 我就這樣禱告完了 可是我告訴你 這個禱告 神真的回應我 他讓我有一次 遇到一個姐妹 那個姐妹是一個DJ 剛好在馬來西亞 有一個很大型的特會 一個步道會 請來的講員是香港 非常出名的一位牧師 叫林宇諾牧師 感謝主 我去到那個步道會的時候 我傻眼 我第一次看到一個牧師 在台上講道的時候 是從頭讓你笑到地 哇 發生什麼事 我說這個是talk show嗎 真的好棒耶 很風趣一個牧師 結果神回應了我第一個問題 不要覺得你 用你的眼睛去看事情 你覺得牧師是木頭嗎 你看下我信起來的仆人 多麼的好笑 多麼的搞笑 所以神回應我 我真正的 在那個步道會裡面 完完全全聽得明白 神給我的話語 所以在那個步道會 我絕之信主 Amen Hallelujah 然後那個姐妹很開心 她看到我這個壞人臉 終於可以絕之信主的時候 她非常的開心 她就跑過來抓著我 然後就帶我到台前 就跟那個牧師介紹 那個牧師是香港人 她就 牧師你好 你好 你好 這位是我們馬來西亞的一個音樂人 哇 她寫過歌給張學友啊 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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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寫過歌給劉德華 你知道牧師的反應是什麼嗎 喔 劉德華 喔 不過你不要忘記喔 也要寫歌給耶和華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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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時候我開始明白 我開始明白了 原來 我從小的夢想 乃不是因為我有多厲害 多會寫歌 不是 乃是因為神 在我小的時候 已經把這個恩賜放在我 當我在我媽媽的懷中裡面 她已經吃下這個恩賜了 Amen 所以不是我有多強 所以那個時候我終於明白 喔 要寫歌給耶和華 喔 非常好 那第二個神回應我的時候 是什麼 我常常覺得去教會 聖靈感動我寫了這首歌 因為他告訴我 當我寫完這首歌 我在看一下那個歌詞的時候 我嚇到 原來最後一句的時候 神回應了我一句話 你是有福的 告訴你是 身邊的弟兄姐妹 你是有福的 因為你信耶穌 你是有福的 我常常都覺得我 絕對沒有這個資格 可以為這麼多 大牌的一人寫歌 我常常覺得我不配 我常常覺得我 太差了 我常常覺得我不好 可是 神 從不嫌棄我 不丟棄我 在我小的時候 他吃下了這個恩赐給我 原來 不只是要我寫歌給 劉德華 也要寫歌給耶和華 我終於明白了 所以 當我信了主之後 我發現我的生命 不再被捆綁 不再孤單 不再害怕 我常常到教會去 我非常喜歡 在教會的聚會 我非常喜歡 敬拜神 我非常喜歡 因為我在這裡 我感受到什麼 我感受到愛 Amen 所以神的愛 是非常的大的 下來我要送給大家 這首歌 是跟愛有關係的 因為我信了主 因為我有耶穌 所以 我感受到他的愛 因為他的愛 是一個力量 因為今天 大家聚在一起 也是因為耶穌的愛 Amen